超高清 无缓冲 更专业 集市传媒 云电视 一 二 他没喊 你打我喊 他怎么问你呢 你打啥呢 大笨算婚姻 笑翻全场 20岁那年没对象 30岁那年也没有对象 20岁那年也没有对象 但是50岁那年 慢慢的你就习惯了 家庭欢乐秀特别节目 欢乐东北风 精彩来袭 马上开始 欢乐东北风 欢乐全中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话题类喜剧节目 欢乐东北风 我是主持人秉桂 我们每期节目 都以脱口秀加小品的形式 给您带来双倍的欢笑和感动 大家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吉林卫视微信公众号 欢乐东北风众筹断子专区 说不定你的故事 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一定要大声地回答我好不好 好 我帅不帅 帅 爱不帅我 爱 是不是来看我的 是 谎言 赤裸裸的谎言 但是我相信 你们第一个回答的问题一定是真心的 没错 今天的主题就是谎言 其实在生活当中 为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和为了逗别人开心 我们免不了要说一些善意的谎言 那崔大奔和他的好朋友们 又有哪些说谎的趣事呢 好的 演员就位 大奥墓将棋好戏正式开始 好戏正式开始 这里是家庭观乐秀特别节目 欢乐东北风的录制现场 有请喜剧演员崔大奔闪亮登场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们吉林卫视 欢乐东北风 我是喜剧演员崔大奔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谎言 谎言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无处不在 特别是 谎言小宝小奔娘没来 他俩太没有时间观念 这都开始录制了他俩还没来 听着吧 一会来就跟我撒谎了啊 你们听着 哎呀 来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哥哥 这个对不起啊 来晚了 但是这次真不怨我呀 说吧 车爆胎车没油 堵车生孩子选项 哥 这都是以前的谎言 这次真不是 这次咋回事 我爸开车掉沟了 进医院了都 没撒谎啊 我能拿我爸撒谎吗 你呢 啊 你呢 我爸也住院了 咋的 你爸也掉沟里了 没有 我爸在里边挖狗呢 啊 回去吧 回去吧 这期我们都讲的啊 就是谎言 荒 荒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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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爸还给我发微信书给底下看戏呢 啥时候住院了 不能啊 怎么能不能呢 我就发现你俩满嘴跑火车 这期讲的就是跑火车 哎呀不对 这期讲的就是谎言 领导的谎言是啥呢 我简单的说两句 他要简单说两句能说四个小时 再个啥 服务员的谎言是啥 大哥你等着啊 菜马上就上 护士的谎言 放心 我打针不疼 摄像老师的谎言呢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新娘 脱口秀演员的谎言呢 今天的观众 是我这些年里遇到最热情的一波 体育界的谎言呢 中国男足是一支有实力的球队 但是也有一句是真的 有一句话是真的 留鬼中国球队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一个谎言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哪会出现呢 什么地摊啊 批发市场啊 来大家跟我拍一下节奏 来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会的跟我一起来啊 来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 最大皮革场倒闭了 原来都是一百多二百多 现在通通二十块 二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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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负责任 说是从话费送的 我爸给我撒了一个非常好的谎 啥呢 说我是切西瓜切出来的 现在我看见谁切西瓜都害怕 我说大哥 慢点儿八成西瓜里边有个孩子啊 大哥 妈跟我说这个跟你不一样啊 妈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拉倒吧 那说的一点都不靠谱 石头里蹦出来 那是猴 我妈说的是真的 我是从垃圾箱里捡了的 你可别说话了 那谁捡孩子不挑好看的捡呢 你俩可别抄出来 说那净废话 好看的谁扔啊 后来啊 我们就长大了 长大呢 我们就比较淘气啊 爸爸妈妈也会说一些 善意的谎言来哄我们 说什么呢 为了保护我们不受伤 说一些善意的谎言 说西瓜籽啊 不能吃 吃完肚子里长瘦 说还不能捅那个小叶窝 说瞎眼睛 不能玩火 说尿炕 我小时候我就特别就这儿 我就不相信 我小宝小笨 咱三个分工明确 一人包一相 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谎言 赵小宝负责吃西瓜籽 吃了15斤西瓜籽 结果谎言 他肚里没找数 我负责捅小样 但是有一点靠谱 虽然我眼睛没瞎 但是眼睛疼 我妈给我打的 是我太讨厌了 按家童小样骨 第三个 这个经过我们证明 这个是真的 小笨 的确 你有看吗 但是他忘玩火了 其实我们小时候 验证谎言也有很多危险 我受批评最多的 就是因为我的学习 我小时候学习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上学的时候 改没改过卷子 咱们交流一下心得 我最怕得的分数是多少 44分 他改不了 我最喜欢得的分数是啥 10分 低调点我加一横 及格了 70分 我高调点后边填个零 100分 我记得有一次我考了10分 我就改的比较高调 我拿我爸爸的面前 我说爸爸 看看吧 我考了100分 我爸爸看完 卷子脸都绿了 骗谁呢 骗谁呢 你这卷子叉 比你妈脸上的皱纹都多 其实谎言呢 分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善意的谎言 特别父母在我们身上说 善意的谎言特别多 第二个呢 那就是真谎言 你们不信 看看 我就撒了一个 迷天大火 大哥 别跑了 咱把钱还给小宝不行吗 我好不容易 从他身上骗来的钱 我为啥要还给他呀 我为什么要还给他呀 你打算怎么办呢 没看过电影吗 我要装病 进医院 过了这个风头 应该就没事了 那能行吗 哥 咋这样 你在质疑我的演技吗 没有 赶快回家啊 找到保险箱 把里边的钱给我转移了 记住哦 记住哦 密码 六个八 几个八 六个八 几个六 六个八 几个几 六个八 这密码也太难了 外星人攻打地球了 咋的密码又忘了 没有 我夹给那头 外星人攻打地球了 杀呀 外星人攻打地球了 攻打地球了 外星人攻打地球了 攻打地球了 我是灭霸 对对你是灭霸 是灭霸 哎呀呀 害怕呀 哎呀 进去吧啊 好好养病啊 我会回来看你的啊 听话啊 太养病了 哈 我是灭霸 一个相知 我要你们都美啊 一二三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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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啥呀 别装了 都看出来了 你是个正常人吧 难道 二位也是 同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相逢何必 成相识啊 哎呀 哈哈哈哈 二位少侠 幸会 幸会 可别 还我无影角 我 咔 哎呦我的妈 大哥好厉害 你无影角啊 啊 这么拉的给我踢一点 真厉害大哥啊 哈哈哈哈 哼哼 还是有病吗 对 所以谁有病呢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说你有病的 哼哼 我说你这个无影角啊 踢的出神入化 那脚法 那速度 啪啪啪啪啪啪 碎 咋的刚才我这无影角 你看着了 看着了 多一块鞋肉的看着 看着了 看着了 地真看着了 我看着了 不是我这无影角 地真看着了 我看着了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这无影角 大哥 没看着 没看着吗 没有 这我就放心了 恭喜大哥呀 无影角你练成了 哈哈哈哈 不对啊 咋的 他撒谎 没撒谎 他撒谎 你是不是撒谎了 我大哥 我对对对 我没撒谎 一个人撒没撒谎 我有办法能撤出来 撒 怎么这样 诚实的人 他撒谎 捏他的鼻子 不疼 诚实的人 捏鼻子不疼 对 我这就是诚实 他不疼 不疼 不疼 还不疼 还不疼 那个 别动 给我掐 疼不疼 不疼 疼不疼 不疼 疼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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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这孩子真没撒谎啊 大哥 既然你无影脚练成了 那我就练练我的无影刀 好 还好无影刀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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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挨刀呢 你啥呀 我还没出刀呢 你这不无影刀吗 别人都看不见 无影刀 你有病啊 还无影刀 我说此刀叫无影 我要砍你 大哥 打 打 打呢 砍呢 起来吧 我们哥俩呀 只是像个像个人 不打人啊 对 哎呀 还不打人 那不打人刚才咋还踢我呢 刚才是踢你了 但踢你疼吗 咋不疼呢 啊 刚才踢你疼吗 刚才踢你疼吗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我告诉你哥们 俺哥俩就像会人 绝对不打人 但是哥这屋里可不一样了 有一个人 他打人可老狠了 对 谁呀 噓 他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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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 啊 知道我是谁了吧 教官好 哼哼 听说今天来了一位新人 说你呢 啊 过来 那啥 对对对我不跟他玩 我告诉你啊 他可有暴力倾向 你要不过来一会儿揍你啊 新来的吧 教官好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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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站好了 哈哈哈哈 李正 不说 一 哈哈 不是一吗 是啊哥们 没报过数啊 我站这边我是一 那你咋不喊呢 一 我说开始了吗 我说 一 二呢 他没喊你打我干啥呀 我这不问你呢嘛 你咋不喊呢 一 我说开始了吗 我说 一二 哥们你大点声啊 那么点小声谁能听见呢 一龙啊 你咋那么气呢我都听出了 那张 剩我这个 钻 后边别动 后边别动 哥们你俩别动啊 后边别动 后边别动 别动 我 我上后面 好 站好了 想 钻 好面熟啊 行 我这个钻 李长 后边别动 别动啊 后边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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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别动 听 你不愿动吗 无影刀 你上前面去 你动 别动 打他 打那个无影刀 后面别动 打那个无影刀 你能不能别动 打那个无影刀 打那个无影刀 打前面的 刀不动就你动啊 我看谁没动 这不是什么叫小鸡吗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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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叫小鸭吗 鸭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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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嘖嘖 嘖嘖嘖 这就啥回事啊 俗叫小鹅 他家大鹅就叫大鹅 对 牙ока 这不是我们叫小鸡吗 鸡鸡 鸡鸡 牙 这不是我们叫小鸚吗 乖乖 呀 嘖 嘖 是不是我们叫烤鹅吗 烤鹅 你砸眼呢 砸眼烤鱼得拿我给你烤了 对 啊 教官呢 我着火了 你真着火了 我是一团热火 我着火了就火 我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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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山堂 别闹 别闹 我着火了 消火 救命啊 大夫 哎呦我李先生 这是啥的了 大夫 我跟你说啊 我没有病 我就是为了逃债我来到这的 大夫你帮我出去吧 好好好 那个我知道 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了 我知道你啊 好好的啊 三位专家辛苦了 辛苦了三位专家 让你们装病人来检查他的病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他的病情怎么样了 他这个病啊 确实很严重 他总因为他骗别人前的 这是典型的妄想症 我们三个回家好好研究 你放心吧 绝对不会放弃他的 又翻面了 那我知道了三位专家 咱们到别的病房再去看看 好吧 辛苦辛苦 好好养病啊 小笨子快来 听话啊 好好接受治疗听见没 去吧 你咋来的呢 哥 哥 我放心不下你 你有啥放心不下我的啊 那个三个专家都让我给骗了 回老家了吗 回了 保险箱给我找到了吗 找着了 钱转移了吧 没有 为啥呀 密码也太难了 那密码多简单了 6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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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掏出你们的密码 还挺难的 我们都是小宝雇来的私人侦探 我们演这出戏啊 主要是骗出你们的密码 对 哥 你妈太难了 别演了 人都看出来了 玩了半天 你们几个给我设了个圈套啊 好 我认 哎呀 既然认了 赶紧给我出去 求钱去 走 走 走 站住 不是你们五个病人 不吃药 不睡觉 在这干啥呢 啊 哎 你们仨哥哪有整的衣服啊 给我退了 玩玩 玩玩 还有你们俩吃药睡觉 不得 我密码都说了 我还没带汤去 找找的 找保险箱呢 啊 密码还没记住呢 你们五个是在比我 我现在马上给院长打电话 取消你们自由活动时间 哎呀 喂 呃 院长啊 我建议取消他们自由活动时间 他们不听话 好的 我知道了 院长 好的 哎 翠儿姐啊 你老弟的病情啊 越来越严重了 你说咱天天陪他玩 也没有啥进展呢 太辛苦大家了 尤其是崔大奔 还得说脱口秀 还得陪他演戏 哎呀 翠儿姐啊 咱都自己家人 应该的 嗯 那个姐啊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那个我们就上班了 行行行 行吗 那赶紧各忙各的啊 哎 走了 辛苦各位了 走走走 走了 好 演员 哎呀 哎呦 演长啊 你可算是来了 这都是好俨然呐 啊 这人物角色的表演得太精彩了 深入人心 这一次又一次的反转呢 你说我都没看明白 真是要感谢大伙啊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能够来到我们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啊 为台下的这位患者演出 我啊 我呀 啊 你看看 笑得多开心呢 那本然就代表 我们欢乐东北风 祝愿这位患者 早日康复 身体健康 同时也祝愿在场的所有好朋友们 财源广进 万事如意 好 好 感谢各位演员的精彩演绎 那么好 这部电影 到底谁有病 彻底 杀青 好 感谢各位演员的精彩演绎 无论天涯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看视频还用上网吗 集市云电视 电视看视频 互联网视频全包容 院线大片随便看 云电视加光宽带 完美 想请咨询集市传媒各大名演评 刚才我演的小品好不好 好 好 撒谎 撒谎 谎言 绝对是谎言 我们可没撒谎哥 咋的 特别我刚才那一段 八个六 多难记 我告诉你小笨 撒谎得走心 都听过谎言 还有一些人 把谎言当成了职业 没错 就是算卦的 谁会花真钱去听那些假话呀 啊 谁会信呢 我信了 不行我得看看去 啊 我找着一个算卦的老先生 我说那个先生啊 帮我算一算 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小了 咋就没对象呢 那先生啊 嗯 你呀 二十岁那年没对象 我说 嗯 算得准啊 三十岁那年也没有对象 我说 啊 四十岁那年也没有对象 我说 啊 但是五十岁那年 我说咋的先生 五十岁那年 我是不是就有对象了 我说不是 慢慢的你就习惯了 后来 我就发现 这个人算的 他就是不准 我又换了一个人 但是这个算卦子 给我算的那是真准啊 说你的前程啊 一片光明 你可以说 你的未来 你的人生是 脚下踏地万保路 生意如同红打山 情人赛过阿斯玛 买卖坐边大东华 大财小财天天见 一寸百寸 发发发 一帆不错二楼去住 三阳开带四起发 发财五福利门溜溜溜 大村七星高招 八方吉堡 九子丹哥 十天师妹摆着鸡 千日顺 万事如意 我说大哥 你以前是不是报喜科的呀 我说我这命运就那么好吗 啊 脚下踏地万保路 生意如同红打山 情人赛过阿斯玛 买卖坐边大东华 大财小财天天见 一寸百寸发发发 一帆不错二楼去住 大眼开带四起发财 五福利门溜溜溜 大村七星高招 八方吉堡 九子丹哥 十天师妹摆着鸡千日顺 万事如意 当时大哥都急了 你是不是来撬行来了 我说我这人生真就这样吗 说但不对 你一百四十岁那年哪 有个坎 我说啊 我那么长寿吗 他说不是 你一百四十岁那年 你坟应该让人给刨了 后来我就回来 跟我的同事说 他们都说啊 崔大笨 你不对 你不应该封建迷信 但是有一个人啊 特别支持我 C 欢乐东北风的导演 知名 下面掌声有请 我们著名大导演 知名先生 他那一战一微笑 像不像猪站起来了 我说你导演哪 你这太胖 你是不是应该减肥呀 他说我也减肥呀 他减不下去 我说我跟你出个招 干啥呢 骑马减肥 这个特别特别减肥 有的时候游泳减肥 游泳真没有骑马来得快 坚持了一个月 我问他 我说减掉了吗 说你别说 你这招真好使 掉了三十斤 我说你瘦了三十斤 说没有 马瘦三十斤 因为他胖 所以呢他找不到对象 后来呀 他也学我 找了一个算卦的 但他找的跟我不一样 我找的第一个是相面 我看手相 他找的啥 一个摸骨大师 摸了一上五 给那大师摸哭了 当时啊 我们知名的导演呢 说先生 我难道我这辈子就没有对象了吗 你哭啥呀 说我跟对象不发生关系 你孩子 我摸一上五了 你这骨头在哪儿呢 谎言 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 其实我认为呀 爱情当中也有许多谎言 对 哥 你说的对 嗯 哥你看看是吧 嗯 一看哪 这小宝的没少爱骗 小宝的 我揪你啊 一个女孩要跟你说 你是个好人 千万别高兴 咋的呢 你百分之八十 嗯 没有戏 没机会了 对 一个女孩要跟你说 啊你这个坏蛋 你是个坏人 抓紧时间 机会来了 哎呀 哎呀 但你 哎你别说哦 也有女孩说我坏的 小宝宝 女孩的确喜欢坏男人 对 但是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对了 不许笑 好 谎言 有善意的 有一些爱 真的要靠一些善意的谎言 去表达 我记得 我当年出去打工的时候 我的妈妈呀 常给我打电话 会问 儿子 你在外面还好吗 我说妈妈你放心吧 我在外面非常好 当我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 我也会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妈妈你现在好吗 身体好吗 我妈妈说很好 儿子 不用担心 挂了电话 我妈回到了病床上 我认为善意的谎言 也是一个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的一个小品呢 就是 用一个谎言 去圆另一个谎言 但是 这个谎言 是善意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掌声有请 大爷大爷快走 快点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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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伙子 你过来 我跟你说 你答应我那两件 是不是能办成啊 必须的 你要是能办成的 我就能进屋 你要办不成 我就不能进去了 放心吧大爷 咱都说好了 头一个事 我花六万块钱 买你手里的物件 二一个事 我再给您介绍个老饭 走吧 你回来 小伙子 你说烦了 第一件事 是介绍老伴的事 第二件事 才是研究在物件的事 大爷咱都捞一刀了 先谈买卖 走人 大爷且慢 先谈老伴 这就对了 小伙子我跟你说 钱对我不重要 老伴才重要 走吧 大爷 你好 外丸就到 可进了呢 妈 妈 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救我 大妹子好 好 坐坐 坐坐坐大爷 这谁呀 那啥 大爷歇着啊 船啊 妈我跟你说 这老头 手里的东西 是假的 我给银行碰住他了 他又给人骗不挥钱 会无望 哎呀呀呀 我一看这哪是手啊 这事咱得管咱得拦着呀 必须得管 我就说大爷 你那个东西我出六万 卖给我呗 这老头不叫呀 不干呢 对嘛 我一打听 这老头是单身 我说那么大爷 我给你见识个老伴儿啊 当时刺牙了 真会来的 小伙子 小伙子 老伴 老伴呢 这呢 啊 谁呀 你呀 咋的了 老伴儿 谁呀 你呀 咋的了 老伴儿吗 谁呀 你 咋的了 给我当老伴儿 疯了吧你 走嘞 大爷歇满 头一回想看 挤的是啥呢 我写我落一会儿啊 妈你这去乡周人家了 我多在乡周 多在乡周 妈啊 旧场如旧火 你得顶上啊 你把你妈舍出去了 你爹咋整 还管了她呢 干就完了 大爷我妈同意了 啊 同意了 大爷赶紧的 给你儿子打个电话 让他来 两家人见一面 这事儿又没啥说的 咱今天就办了 不能让我儿子来 我们俩吧 得先聊聊 哎呀得聊啊 妈呀聊啊 大爷说了 来来来 聊起来 毕竟头一回见面嘛 你看 我在中间都是一个 蛋害 大妹子 哎 你也是单身呢 那单身 哎呀 大兄弟啥时候走的啊 刚走 刚走 那 那大哥得说你两句 那这你也太着急了 你这样的事儿的是我跟你说 这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啊 大兄弟 对不起了啊 那啥我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大爷请问 这个事儿吧 不是说我妈着急 主要是我们当儿女的着急 那 我妈一个人儿 你说我们工作忙起来 照顾不过来 那 就行的给她找个班呢 那 你怎么将孩子可孝顺呢 是不是 要不人的一辈子吧 陪伴你身边的吧 不是你的儿女和朋友 那 而是你的另一半 那呗 大爷 你赶紧想多了 哎呀 赶紧给老婆打个电话 谁家呢 哎哎哎大哥来了 哎 正好找你有点事儿 咱绝去唠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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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哥哥哥 哎哎孩子 我跟他说 我我说 没事孩子你过来 啊 你不找你叔吗 嗯 可能你还不知道 你叔啊他走了 上哪儿去了 那边 哪边没看着啊 不是 那个 驾喝吸油了 不知道 你看你这孩子脑瓜得前置了 啊 啊 没了 啥主的事儿啊 这事儿挺突然的 我还没来得及呢 事儿是真的 那 咋走呢 嗯 穿鞋走对吧 我问你得啥病走呢 干嘛发烧 人烧糊了 人都能烧糊了 哥哥你别问了 这正当我听你声儿呢 那就是 你们就别问了 你啥 大洋啊 接哀啊 哦 那事儿快要回家哭下去 哎 这话都应该我说你接哀 我得给我叔拘过 叔啊 前两天你还好好的 你咋说走就走了 对 我们可咋惹呢 叔 我跟你都没出够呢 给你买两盒头 你都玩不上了 叔 你给我拿着吧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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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没事大哥大哥大哥 清醒 financing 您 快 吓死我了 我做了个梦 你爸回来了 我把盒子给他了 她收obra 她还问我 她就问我是 哎哎哎哎哎哎哎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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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惊 不是啊 还吧 咱们一会儿来 一会儿走的 还吧 大 大 大妹子 这个老头这么是相片那边 那啥就是 那啥 相片上那是我爸 这是 这是我家我大哥 我大哥跟我爸长得像 快 快 快 留住住 他大哥 哎 他大哥 明白没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你想买这老爷子东西 然后给他吻住 吻住他呀 然后你就把你爸给撕住去了 没招呢 干就完了 你看 这个应该叫 我问你点事 孩子 你真是他儿了 我说 我们娘俩长得不像吗 是这样 叔啊 我那就是显老 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 在那个保安县我待了17年 待 待着时间够长的 吃了 今天我才三十五 啊 显老 对 那你叫上他妈 我请 妈 不 叫妈笑啥你 没听见 大点声呐 你大点声 你大点声 妈妈 亲切点啊 妈妈 哎 这大老儿 我都叫完了 走走走走 以后我们怎么叫 咋就不会叫了呢 他都大哥了 你二哥 我三弟 明白了 避免尴尬 咱们应该结拜为兄弟 干就完了 大哥 二弟 大哥 三弟 这咋的 这就拜上了 那你挑个这个啥 不求童年童月 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 童日 那啥 那啥呀 周全 过来 媳妇回来了 你是不是作死了你 没有 没有 你跟我爸拜的瓦子 不是 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那啥 这 这位 你又是谁呀 那是我三弟妹 爸 别别别 爸爸的 你从现在开始是我三弟妹 哈哈 那啥 这是我儿媳妇 啊 你瞅瞅哈 你说你这一家人多好 多和谐啊 大妹的你放心 只要咱俩在一起 你的儿子那就是我的儿子 你的姑娘那就是我的姑娘 你瞅瞅 我 我一定都照顾好了 没想想你这姥姥姥姥姥 还长这么大个儿子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爸 要早的 我要这个钱 那给啥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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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爸 难道你就是我 没见过面的爷爷呀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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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爺吧 你会葫芦娃出来了 走 estat 明白吗 哎呀妈呀 这么回事啊 呢 干你完了 干啥啊 这老头可干了 招都是绝了 我找警察去吧 报警 报警 习惯你快点去 那个妈要 妈 买菜去 啊 啊 那 买菜去 大妹子 你不能走呗 你走了你把我 弄这干算咋回事 咋俩正出对仙呢 这不买菜去吗 买菜去 下酒餐 然后 一会儿喝点 咱也俩喝点 咦 喝点啊 一家人 坐 那啥大爷我喝这啥呢 赶紧给你儿子打个电话 让他上家里来 你说人多热呢 让他来干啥呢 大爷他得来呀 一会儿 我不得买你这个镯子吗 给钱 对 给现钱 你说这一道你拿回去 我们都不放心呐 不安全 对 快打电话 你过来 过来过来 你要买这老爷子啥东西 买啥东西不重要 这老头我怕他 拋桥 我怕你 你啥呀 他那玩是假的 地摊货 不值钱 不值钱 哎 你把你老娘子都搭上了 哎 我跟你爹都拜把子了 你现在又多出个爷来 这东西便宜不了 挡着 我能骗你 不问你了 这老爷子 哎 我问你 他要买你啥东西啊 让我看看 哈哈 那啥 他要买我这个镯子 这个玩呢 我是 我是花五万块钱买的的 我还没给人钱呢 我刚要到这银行给人汇款去 这小伙子 咔就看上来 他说给我六万 我这不就来了吗 他给你六万 啊 六万五卖五 不是你跟他讲啥呀 答应我出六万六 六万七 六万八 六万九 七八 干啥呢 俺老大 领老三 前老二东西 八万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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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八 哎呀 你这人是太不讲究了哈 你还横插一杠子 大哥 找个锤子去 一会我喊价 他又跟不上咱直接落锤 锤子随时都有 嘿嘿 九万 成交 哎哎哎哎 干啥呢 我还没还价呢 就落锤子了 吃什么 成交 哎呀 大哥 我还没喊价呢 哎呀 孩子 孩子 你虎啊 咱马上都成一家人了 是不是 你说他给十万块钱 我给你五万 十万卖你了 成交 大洋 你可别后悔 我话可都跟你说明白了 我这大便宜了 我吼啥回呀 哎呀 这个 来来来来 都没钱你给我拿了呀 拿了呀 差多少啊 一百 差一百呀 不是差一百 我就一百 你就一百 你喊什么事吧你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太好 警察来干啥了 你不明白咋的事 情况都了解了吧 大爷您好 我这大哥 大爷在这呢 大爷您好 你好 你上当了知道吗 上啥当了 多亏这一家人呢把您拦住了 您这钱没汇出去 这是一伙境外的诈骗组织 我们已经立案侦查了 诈骗组织 对 对 这 我破诈骗织了 大爷 你都不知道 当时给我都吓完了 我实在没着 我才把您给整家来的 我得把您留住啊 对呀 哎呦那妈呀 这帮骗子 这也太恨人了 这呀 这帮骗子呀 就是抓住咱这些老年人的心理了 爱贪小便宜吗 是 你说我这爱贪小便宜 但是我今天我捡个大便宜呀 谁呀 你呀 咋的了 给我当老伴呀 谁呀 还有你呀 咋的了 给我当儿子呀 疯了吧 不不不不 阳哥今天你啥便宜也没占着 这是我婶 这是我叔 他们是两口吧 原配 原配 哎呀 我的 我的妈呀 这太丢 这可是丢到家的 这太丢人了 警察都在我离开这伤心地儿吧 大呀 别伤心 明天呢 我再给您 介绍个老伴 明天我还有啥脸了 哎呀 欢迎你天天来 好 生活里啊 还有一些暖心的谎言 我们明明知道 但却不忍心拆穿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参加到这个谎言里面 就像我和我妈 从小到大在饭桌上吃饭 她总是喜欢给我加菜吃 并且能说自己不喜欢吃 而我也知道她不是不喜欢吃 只是想让我多吃一些 现在我长大了 我也经常给她加菜吃 并且开玩笑地说道 我现在呢 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菜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也跟我一样说过类似的谎言 当然呢 我们都是为了爱 也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好了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段子 来自山东的宋先生说 我奋斗了很多年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虽然我现在坐在几百万的车里面 还有司机 但是看着窗外发呆的我 还是不太开心 因为我做过战 真的是特别搞笑啊 当然呢 我相信你只要努力奋斗 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就像刚才宋先生发来的段子啊 就不禁让人想到了 奋斗当中的辛酸和收获 那咱们下一期就一起来聊一聊奋斗 讲不完的段子 斗半道包袱 尽在欢乐东北风 欢乐东北风 我们下周四晚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观看更多节目短视频和爆笑花絮 可收看周一至周五 每晚6点05分 情动时分 或关注警灵网络广播电视台 登陆通讯视频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搜索欢乐东北风 或下载吉时通APP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